安哥,你要面包吗? 三个,三个 你要水吗? 灾民年生道谢 感恩志工在断电断催中 及时送来温饱 昨天的时候,两点的时候 我是看到是 我就进了一个车房一点点 但是四点的时候车房已经进了 厕所跟厨房已经进了 很快的六点多就全部进了完了 现在是屋子里面全部原水原完了 把美食就是去打包 打包Maggie 根本上有些还可以自己煮 Maggie面那些 那年跌的没有了 很难了很难 营业待遇造成马六甲地窝地区 顺先熟了水箱 一月一日及二日 马六甲刺激之公 陆续到灾区及救灾中心关怀 并第一时间准备日食给灾民 同时也把棉被送往民食修容中心 助灾民保暖 得知收容中心棉被不足 志工随即动员紧急采购 只盼被迫离开家园的灾民 能有异业好眠 因为最近这个灾难一直发生 可能政府的资源会比较缺乏 所以我们来就过来了 来到这里因为听到灾民说 他们都缺乏这个被担 我们就在当地这一边 就请购了一些被担 就划给一些年长者 因为他们来不及带被担出来 志工的关怀除了自应生活急需 也给了灾民一股依靠的力量 大海新闻旅家家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